那么昨天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图卡 得到很多网友的回响 很多笑识 真的被你讲中的 如果叫我花160块去买一杯星巴克 我觉得我的太太是盘子 我的老公是神经病 可是真正在股票操作指数期 或操作你赔了6532块 你却告诉我小赔 我昨天也提出一个非常好的 Total Resolution 所谓的Total Resolution 就是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来我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那么我昨天发现就是很简单 你能不能选择不要赔 老师你讲干话 来直接看答案 这是昨天下午3点47分 也就是我们录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所发给会员的一个所谓讯息 我说收盘小于关键价代表美国行情 就只是一个标标准的台话一线 然后我们在22000点这边做多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昨天不知道收盘 它是小于关键价小于AC 昨天PM盘往上挤 最高高点来到313 你会不会想要追 可是如果你知道它会跌到22000点的整数关卡 妹妹啊 你认为你是白痴吗 会跌 这样跌300多点 这样跌300多点 你如果你知道它会跌300多点 你会跑去追吗 结果22000点的整数关卡 我们去买多单 结果恭喜会员我们又赚了100点了 基本上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我告诉你我期货的胜率 比你现在手中所握有的 不管包括黄金存折 不管包括黄金的金块 存度还得高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就像你之前都看到 我们每一个月结算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对上单 即使你说操作难度非常非常高 可是台子7月份你用小台你一样可以获利高达44万2000 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到呢 又回到原点 我一再跟他有报告 我说主力做手的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夜水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架 包括一个多空主力线 反而是利用你所熟悉的 不管包括均线成交量来做散过的欺骗 我请问各位 最近这一个月 你看到台北股市不是你聋我聋 这个月完全没有成交量 因为现在大家又在等待NVIDIA的法说会 NVIDIA法说会完之后 又有所谓的PCE要公布 妹妹啊 你们这边看盘要不要时间成本 要 好 那你只告诉我没有量 没有量不要做嘛 不要做你干嘛看盘 不会有量的啦 不会有量的永远都不会有量啦 散户欺骗 散户欺骗 你们看盘难道没有时间成本吗 难道没有时间成本 那我怎么做的 好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 主力心态空 7月17号 主力心态空 然后买卖全 结果8月5号预告主力心态空 结果呢 8月5号全部解决买 全部解决买嘛 然后8月6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 好 来再边咯 过去东西就让它过去了 可是我是觉得啦 回顾过去呢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第一个你所看到的对象单那本来应该都是属于你的 第二个 第二个你要从过去你失败的一个所谓经验去找到未来成功的不是绊脚石哦 不是绊脚石哦 的方法 拍手啊 哈哈哈哈 我自己觉得也讲的很好耶 你要从过去你失败的经验去找到未来成功的方式 那如果说呢你还停留在KD MACD成交量 我讲太白不可能赚大钱的 我先带我的会员避开4000点的下跌 而且买卖权赚了8倍 然后呢在8月6号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期货选择权2317的鸿海 还有371的日月头 我们全力做多 好都记得很清楚哦 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很多 然后呢这边买又赚800点 这边买又赚300点 这边买又赚700点 这边买又赚还没完哦 基本上PM盘的夜水操作呢 我常跟会员报告说 就好像我昨天挂22000点去做多会不会来 看我不知道我是算命的哦 可是我只知道昨天收盘小于A7 我只知道22000点是多头的一个所谓防守 就如同这一天也是一模一样啊 我们买在最低的低点刚好还没睡觉的时候 结果早上一起床我就赚了300点 然后这个也赚了537点 然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一个所谓A7 好那真正变种什么时候 就是结算前一天 结算前一天也就8月20号的那一天 我在节目当中我告诉你我只赚40点 我很少赚那么少哦 我很少赚那么少哦 只赚40点走 为什么赚40点走 因为很简单 8月主力心态多 9月主力心态空 这是为什么20号的那一天 我赞钉结底跟你预告 外资3.5万口的空单 他连补都不会补 没错吧 就让我讲对了 所以说你要看到台子期货 8月份操作难度已经很高了 你一样可以看到14万的一个所谓对让单 你一样可以看到选择权 不管包括7成4成 甚至包括一倍的对让单 然后21号大盘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空 结果有没有杀到一个所谓脱裤子 好 那问题为什么自由配叫做一加升级放大版 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的 毕竟你们看我的一个所谓节目 而且你们不是看电视 所以说代表你们是属于年轻的族群 我所谓的年轻族群 我的定义是什么 妹妹倒是国父还空之讲的 人生其实才开始 没有听过这些话 我再讲个笑话 你们知道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吗 确定还是苏联的首都 现在我跟你讲 年轻人好像都没来读历史跟地理 历史跟地理 基辅没有 这个是我太过讲说 基辅是莫斯科首都 昨天他在讲张话 我哪知道 我管他谁的首都 反正我只要让我的会员赚钱 每天开开心心 昨天晚上睡觉前挂个2万2千点做多 而且2万2千点 我跟你预告 我再给大家看证据 那么基本上 我还是希望投资朋友 你要想尽办法多学 你不知道基辅的首都是哪边 你也不用去了解 科文哲他到底买了多少间房子 你也不用在乎到底 我们台湾要不要独立 我坦白那都不重要 你让你的荷包买满 这才是最实在的 那为什么上课 来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昨天有很多人 老师你写错字了 这个是博企的博 随便 随便 我哪在乎 这东西一定要说去 一定要说去 来看清楚 很快回顾 上个礼拜是跟大家预告 good for boo good for boo 而且也跟大家预告21930 上礼拜四 不是你们很多人说 老师我先验证再入会 入会再验证 验证之后再入会 入会之后再验证 随便随便随便 反正我的标题 我是直接跟你讲答案 我先跟你预告 对多投也是好事 我投票给你预告21930 结果预告完之后 PM有没有杀 有没有杀 你买21930 你不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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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要买完之后 你可以赚10万块 你的保证基金算30万好了 你可以赚将近有 10万除以30多 随便随便 你可以赚30% 睡觉起来可以赚30% 要不赚 要不赚 我的会议赚到 我的会议赚到 因为主席现在说 主席现在说没问题 来越火 然后这样我又赚了508点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赚了508点 然后收盘大于一个所谓AC 这是礼拜五跟大家预告 收盘大于AC 礼拜五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AC 所以选择全火生生就赚了一倍 还没完蛋 昨天我也获利高达 现在有150点 那问题为什么昨天要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昨天你可能看着看这个数据 我看的是收盘小于AC 我看的是收盘小于AC 昨天我们给你预告收盘 它是小于AC 我们给你预告22009.14 就是PM盘 买具AM盘的多方防守 我不只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我连价位 在节目当中 我免费跟你预告 你要去哪边找这种老师 所以说联中想说 人家哲哲演讲来到3000多人 日证当中就是日洋 你问我日洋能不能买 我跟你讲 日洋的基本面是不错 可是我不会去买那一个 我有没有跟你提示一档股票 我说空头的反扑 空头我问你 一只狗为什么要反扑 因为它被欺负了 我们之前有一档股票 正在临池空头 就是8147的震灵 366的茂莲 今天还在创新高 那讲到茂莲创新高 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我是觉得说 我真的很想出来当总统 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 举例 今天有一则新闻 等于说有走私客 他一口气搞了将近有100多只的猫 没没听清楚 100多只猫进来 结果被海关抓到 然后这100多只猫全部要安乐死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我认为你今天身为一个人 身为一个人 我有时候就台湾的法律 我真的觉得很烂 你知道吗 你他妈的动不动开车 就下来打架 一大堆 贩毒 诈骗 你们有没有去过新加坡 有 新加坡他妈的人家连打架 贩毒都不敢 为什么 那是唯一死刑 唯一死刑 那我们不要判死 台湾是一个人道国家 那懂得鞭形吧 那我问你 你知道把宠物安乐死 妹妹你知道有多残忍吗 你有看过12页 还几页 当时在讲狗的 你真打下去之后 那些宠物会跟溺水一样 溺水一样 吸不到空气死掉 那为什么不修法 好假设这100只的猫 我管你是名贵猫野猫都是生命 那你就强迫 你知道那个走私台被判缓刑 他妈的用天理 我都不知道 我讲哪一支点 没有让我讲一下政治的 台湾要立法院干嘛 我来立法就好了 你缓刑 可以啊 可以啊 这100多只猫的检疫费用 你全部出 然后开放人家任养 不是 我不是保育人士 我只觉得说这件事是不对的 你这样100多只猫 我管你野猫家猫 你干你这样把他打针打下去 然后他会跟溺水一样 你有溺水过吗 老师我没溺水过 好 来来来 你把你的头埋在浴缸里面 不要呼吸 那种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吗 对啊 你说诈骗不处理 好 我再讲个例子好了 他妈的越南人来台湾卖营 非法拘留 枪毙 枪毙啊 啊干 那猫是非法进来的 你把他安乐死 那越南人来台湾卖营的 你也把他安乐死啊 烂国家 没有讲 有些东西 台湾真的太民主了 真的太民主了 你就一条边 你诈骗 我就给你边刑 看你妈的停个车 然后跟人家打架 我也给你边刑 你酒驾 你酒驾 我把你车没收 然后呢 你只要造势撞到人 我不管他活还是死 你把人撞伤了 你的财产全部假扣押 干这么简单的一条边的法律 要在立法院干什么 好生气完了 有没有 结果当总统吧 以后女人走路在外面穿迷你裙 绝对没有人偷拍 偷拍完边刑啊 那么简单啊 讲完了好 来 零零九 所以有些东西是这种愤慨 不过呢 没有啦 因为我太有钱了 所以说我想要有权 没有我当总统的话呢 不要说什么选举补助款啊 我的那个薪水一毛钱都不会拿 然后呢 等我卸任之后 没有谁说总统卸任之后要给他礼遇啊 干礼遇个屁啊 他妈的哪个总统卸任不是有钱啊 好来啊 没事没事没事 2209 所以这价值回车赚100点了 好来啊来啊 今天收盘搭AC 然后多工防守价 一样在投标写的很清楚 写的很明白 好来直接解日洋哦 基本上哦 嗯 日升当中嘛 这张就是日升当中啦 我没有做这张股票 所以说我也不会被批评 好就好像呢 哲哲他说呢 2460盟利烂公司叫你要卖掉 只有盟利今天涨到涨停板 好 我觉得是不对的啦 那我只跟你讲 他的多汉价都在56.08 哎 最好不要碰那张股票 老师啊 不买那张股票买什么股票 基本上哦 为什么你期货选择权股票 你都跟我操作 因为全台湾 你找不到一个投股老师 能够拿出连续性对账单的老师 来来看清楚 我看清楚 然后鸿海呢 鸿海呢 我们在8月6号跟你讲 317日月头 还有那个2317的鸿海 那鸿海买进之后 鸿海跟日月头两档股票 我们获利高达将近有50万 50万 甚至包括2382广达 起货赚了5只涨停板 金元借起货赚了3只涨停板 那问题为什么要来上课 再来一遍 理财周刊每个老师 都在跟你讲2317的鸿海 好 我问你哦 当他跌破多方防守的时候 却没有人知道 跌破多方防守 如同收盘小于AC 代表接下来就只能盘 最好的状况就是盘 不好的状况跌刚刚好而已 就像2603的长龙 为什么跌 因为要收盘小于AC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我要你去上课最主要原因 因为当你上完课之后 你会很清楚的 在上个礼拜五说183的2317的鸿海 就是要拜拜 因为你没有这么多子弹 你是人 你不是郭台鸣啊 你知道你要卖鸿海 你知道你要买3035的资源 拍谁哦 我没盖牌哦 好 那问题重点来了 为什么要有我的抗讯 为什么要学 为什么要学这一张空间的理论 多空防守价公式 来直接看答案 今天10点27分 10点27分 10点27分 3035资源 294.5 还有291多 有没有来 你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10点27分 很多人盘中很忙 为什么很忙 因为你可能跑去上个礼拜 想说黄仁勋会来 你跑去追索罗门 你跑去追广民 然后今天你的老师 又带你追索罗门 带你追隐汉 你认为你这样子赚得到钱吗 我不这么认为哦 那我们的操作 我只是既定一个所谓的SOP 跟着SOP下来操作 结果呢 结果呢 你慢慢发现 今天光3035的资源 我赚了4块钱 我赚了4块钱 还没完 所以老师那个很慢 老师你要快点 来来来 我之前介绍给大家 3.65冒连 371 371.5 今天冒连已经涨到469块钱了 为什么 因为冒连的EPS 我有没有跟你预估 今年EPS高达28块钱 好 可是你刚加入的会员 你认为我会带你去追冒连吗 今年预估EPS至少30块钱以上 目前本益比还是低 可是我们能够找更好的 来 这昨天我盖牌的 一档是AI最后10路 它有AI连接器 还有水冷室 还有CPO 一档是扇形封装 昨天爆杀 我买哦 我买哦 扇形封装 这张扇形封装 我买嘛 那一档是AI连接器 好 那我问你哦 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说冒连它之所以EPS会大成长 它之前是车用的连接器 再变咯 如果我说啊 我的基本面是全台湾第二名 全头顾没有人敢讲它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大家是要等涨上来的时候 应该时间还够好吗 还够好 你知道你们现在很幸福 我们以前做股票 要去买四季报 比如举例啊 8147正宁做什么的 靠腰啦 哪有人会跟你讲正宁做什么的 正宁算很冷门吧 日洋算很冷门吧 做什么 靠腰哪知道 四季报是一本一本 一季一季出一季 一大本书 一大本书 然后就翻 正宁做什么 你们现在多幸福啊 你现在问狗 问Google 问Google 8147正宁做什么的 他只差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正宁能不能买而已 他只差这样子而已 他只差这样子 正在临池空投 你不应该说 谢老师在节目当中盖的 正在临池空投是哪一支 他不知道 正宁8147能买 他不知道 其他他都知道 包括EPS 包括毛利率 包括营业率 包括所有法人的研究报告 所以说你们太幸福了 是不是正宁 来来看看 先看先看 来这样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昨天盖牌的 昨天盖牌的 昨天盖牌 8147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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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知道吗 正宁这样我就赚6块钱 我就赚6块钱 315资金我赚4块钱 这6块钱还没完 还没完 这档 这档急杀 爆杀买的 爆杀买的 今天 碰 锤子拉 碰 锤子拉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爆杀买锤子拉 因为很简单 3711的日月光 它是做封装测试的 623的旺系 它也是做封装测试的 可是现阶段最新的技术 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 AI最后一里路 就是用光来取代电 叫做345的联军 这叫CPO 现在最流行 除了CPO之外 还包括扇形风砖 老师 CPO扇形风砖 真的做出来吗 不重要 股票炒的是一个 标标准准的题材 标准的题材 就叫365的茂莲 茂莲 它当时我买在371块钱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预告了 我说它拿到NVIDIA的 一个所谓订单 今年预估EPS高达26块钱 当时在371块钱 就涨469 同样 来来来 这个这里没问题吧 然后这档盖起来 急杀买进 今天喷 今天直接喷 今天直接喷 好 再来一档股票 你看 你看我谢尔文恩买股票 跟一般投股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老师 举例 这个假设是2464是盟利 试价买进 看到盟利买进 然后赶快追尹汉 尹汉 那如果要追股票 要追6188广民 干你这白痴在参加投股 我这样讲对 为什么急杀没有人要买 为什么大家要等垂直拉抬追 那你这样子还参加投股干什么 你还参加投股干什么 好同样这张股票 急杀买 一样的我所找的股票 都是基本面超强的 我所谓的基本面 就是产业的愿景 半导体最后一里路 应该说台积电最后一里路 没有它就不会有2奈米 没有它就不会有2奈米 因为全台湾就只有它在做 所以说它毛利可以高达4成 直接海放238的广达 广达只有8.58% 这家公司的毛利率高达将有4成 我们也是利用急杀 站在一个所谓的买方 不管包括扇勤封装 不管包括2奈米最后一里路 这两档潜在的标股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拥有 要怎么拥有 电话号码在右下角 那如果说你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认同我谢天谢地谢温 事前的预告 不只股票不用折 不只期货不用折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在节目当中 免被跟大家预告的 反正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400多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真的只要360 超级便宜的 我们电话码02-239-239-88 再来一遍 为什么要选谢温 永远相信事前预告 我最屌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 感谢观看